跟不相信的人不要不要废话 没有意义 很多人跟你们说销售的最高境界是 要怎么样 要说服别人 说服力 在我看来说服力是这个世界上最扯的能力 说服他干啥 请问强有的瓜会甜吗 我从来不说服客户买我东西 我只吸引那些爱我的人 能不能听懂 影响力 影响他 影响一批相信你的人购买 结束了 说服他干啥 你们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做销售做的最顶级的 永远不是讲话讲的最多的 见谁就讲 不是 就看他他不相信 走了不跟他介绍产品 他都没有资格听 这样讲话怎么听懂 这个话讲出来难听 但是这是真相 因为他不相信你 他居然买了你的产品 他也用不出效果 都不相信这个产品 怎么会用的效果呢 是还是不是 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 相信别人是一种智慧 想成为亿万富翁的请举手 全地球65亿人 每人相信你一次 每人给你一块 恭喜你65亿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但是要想让别人相信你 请问你都不相信你 自己会有人相信你吗 今天你去卖产品给顾客 顾客说你这个产品 真的能帮到我吗 你说应该 可能 如果 没问题 可我会买吗 什么是销售 信心的传递 情感的转移 是顾客看到了你对你家的产品 百分之百相信 所以才会相信你去购买这个产品 这样的话能不能听懂 所以再对了各位 还是那句话 不相信周老师的 其实也不能怨他 他不是不相信我 骨子里不相信别人的人 都是自卑的人 都是不相信自己的人 听懂了吗 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相信自己 他可以获得成功 那个朗朗弹钢琴的时候 如果他不相信自己 将来能够成为钢琴家 这孩子再怎么练 废了 麦克尔杰克逊上台 他不相信自己 能够成为这个舞台上的王者 再练 废了 张国荣去演戏 他不相信自己能行 再多人教他都没有用 刘翔上战场 上赛场 他不相信跨来 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废了 这些所有人能成功 相信是鸡舌盖房子一样 那地基 相信是地基 相信自己是前提 这样的话听不听懂 所以要不要相信自己 第二个能力 是相信别人的能力 相信别人叫智慧 为什么叫智慧呢 这些各位 我给你们取个例子 我们很多人这辈子 交的真心朋友 就是在我们在校园时期 交的那些朋友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是一片赤子之心 我们交一个朋友 都恨不得把心掏给他 捧到他面前 是不是这样子的 结果在学校 受了几次伤害以后 再也不相信人了 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当你再也不敢 把心捧出来 给别人的那一瞬间 你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交不到真心朋友了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周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你们 只要我见一个人 我就先把我的心 掏出来捧给他 相不相信是他的事 捧不捧是我的事 我讲到这以后 很多人会说 老师那有没有人伤害过你 当然有了 但是我不会因为 我把心捧给了这个人 这个人伤害我了 我这辈子就再也不敢 把心捧给第二个人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没有今天 我会做一个动作 把那个伤害我的人拉黑 从我生命当中消失了 但是不耽误 我把心继续捧给第二个人 你们在网上 听周老师的音频 看周老师的视频 看周老师的直播 包括今天见到周老师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周老师 所有的一切全告诉你们 我就想帮到你 所以从今天起 周老师就教你一招 可以让你走遍天下 就是见一个人 先把心捧出来给他 真心真意的 对你生命当中 出现的任何一个人 还是那句话 被骗了不要紧 那是他的福报 能听懂吗 别人怎么对你是他的业 你怎么对别人 是你的业 一个人伤害了你放心吧 要不就是上辈子 你欠他了 要不就是他下辈子 一定还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不管你 对他怎么不好 他都对你好 他是难还债的 上辈子他欠你的 但是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你怎么对他好 他都对你不好 但是你还是想对他好 因为你欠他的 你是来还他的 能听懂吗 别人怎么对你是他的业 你怎么对别人是你的业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别人对我多糟糕 我都感谢他 但是我会用心的 对每一个人 就这一个行为 会决定了什么 你知道吗 决定了你这辈子 不会再造新业 决定了就业 你全能在这辈子还清 相信你生命当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你的高我安排来度化你 他都是来成就你的 有人扮演了白天使的角色 有人扮演了黑天使的角色 我们不管他是黑天使还是白天使 我们永远用爱对每一个人 付出爱就会收获爱 付出恨就会收获恨 能听懂吗 为什么你的人生越走越窄 就是因为你付出的是恨呢 恨自己的爸 恨自己的妈 恨自己老婆 恨自己孩子 恨自己亲戚 恨自己朋友 完了废了 我呢 爱我的父母 爱我的孩子 爱我的老婆 爱我的学生 爱我的创业伙伴 爱我的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 甚至爱我的对手 爱我的竞争对手 连竞争对手我都能爱 我还有谁不能爱 知道各位 我哪个常天 知道各位 我连竞争对手都能爱 请问我还能 谁不能爱 你呢 见一个恨一个 你的路越走越窄 我的路越走越宽 听懂了吗 这位各位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我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当年周老师第一次创业 做大学生公寓 在深圳罗湖区清水河 做大学生公寓 我的公寓做得非常好 一个月最高峰的时候 也能赚十几万 结果有一次呢 我的生意太好了 我就 我的客户来了 就没地方住了 我就给我的竞争对手 打个电话 我说你住他家 不打还好 他知道我了 然后一知道我发现 我生意比他好 结果他就举报我 天天给我找麻烦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 我就关张了 我关张以后 一个多月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就通过关系查到了 那个捣乱的人就是他 就如果这事放到你身上 你会怎么做 有人说了 报复他 他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他 他怎么对你 你怎么对他 有没有可能你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什么人呢 你怼他 他怼你 你怼他 他怼你 你们俩怼了一辈子 到最后怼到公安局去 等到太多所去了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我当时就爱他 感恩他 我告诉我自己 这有可能是不是我的高窝 给我的提示呢 不想让我再做房地产呢 有没有可能 这不是我的轨道呢 感谢他 我就去做其他去了 我做心理咨询 然后又遇到了张德芬老师 然后开始读心理学 然后又开始做金融 然后慢慢地开始做培训 然后慢慢地 就成为了今天怎样 就今天回过头再看一看 如果这个人不出现 有可能周老师 会在罗湖区 当二房东当一辈子 所以相信你的高我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 都是有意义的 他的意义就是来成就你 就是来唤醒你 所以爱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因为爱 你会得到更多的爱 因为恨 你也会得到一个更多的恨 无数人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恨天恨地恨父母 怼天怼地怼空气 见谁就怼 父母都怼 有没有这样的人 活该受穷吗 爱是三维空间 能够感知到的最大能量 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的武器 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二个词就是爱 什么是爱 先上爱是付出 不是索取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没有你的父母之爱 不可能有你的今天 你是你父母之爱的结晶啊 是爱的结晶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爱而来 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因爱而走 所有的抑郁症患者 所有的这些自杀的人 其实就一件事 他在这个世界上 感受不到爱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知道爱这个词 有多重要吗 非常重要 你会爱吗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 都不知道爱为何物啊 我们在财商的第一课 罗伯德清奇的父爸爸 跟罗伯德清奇的第一课 讲的就是这个字 他说清奇啊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97%的人和3%的人 97%的人叫穷人 一辈子为钱工作 变成钱的奴隶 3%的人叫富人 他们不为钱工作 让钱为他工作 97%的人 他们这辈子 不是在为爱工作 是在为什么工作呢 恐惧 他们做这份工作 不是因为爱这份工作 是因为恐惧这份工作 是因为害怕 没有这份工作以后 没有钱付房租 没有钱买衣服 没有钱吃饭 所以他们为了恐惧而工作 为了恐惧而工作 只会收获一个更大的恐惧 他们赚再多的钱 都填不满那个恐惧的黑洞 能听懂吗 所以他们就做这一份 不爱的工作 陪着一个不爱的人 活了一辈子 这样的人生 是何其的凄惨 而3%的人 他们这辈子 绝对不为钱工作 他们是为什么而工作 为爱而工作 就像科比 见到篮球的那一秒 就跟他爸讲 学我不上了 我这辈子只打篮球 你对你的那份工作 有没有像科比爱篮球一样 有没有像周老师爱演讲一样 有没有像马云爱互联网一样 有没有像牛根生爱牛奶一样 猪心里爱果汁一样 如果找到了那份爱 我跟你讲 这事就是你的轨道 不是很多人问我 轨道怎么找吗 轨道怎么找 顺着爱找 再说各位 不开玩笑啊 照着各位